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请先开经本第37页 请看祭诵部分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若能钻目出火 与你定生红莲 看这两首祭诵 前面我们说到 恩则孝养父母 学习佛法 从生活的层面讲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下手之处就是 知恩报恩 孝养父母 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它是属于核心价值观 在过去 如果一个人被人说为不孝 那是奇耻大辱 但是对于孝的理解呢 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一般人认为 孝至少要照顾父母 当然照顾父母 也有很多方式 所以因人而异 佛法里面 在进一步为我们 分析说明 这个孝的内涵 还可以 关注父母 终极的生命 那就是 父母亲的 心灵归宿 这一点 通过对佛法的学习 我们慢慢知道 比如说 父母亲健在 日常生活 这一种物质的照顾 是理所当然的 更进一步 能够引导父母 学习佛法 让父母亲晚年 在精神上 有一个归宿 说的直接一点 如果能劝他念佛 将来 临命忠实 蒙佛皆引 往生极乐世界 那做儿女的 是尽大笑 亲得离尘垢 直到方成就 这是莲池大师 讲笑这一桩事情 其实做儿女的 能够把父母亲 送到佛净土去 脱离世间轮回 那才算是 尽到大笑 那一般人 或许 想不到这一点 所以刚才说 通过对佛法学习 我们慢慢 认识到 眼前的效仰 只于一个阶段 能够给父母亲 提供终极归宿 那是更为大的 效仰 至于 生生世世的父母 则是在我们 心量扩大之后 才有可能承认的事情 生生世世的父母 我们上辈子 也有父母 在轮回之中 生生世世 我们的父母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佛法 为我们说明 这样一个真相 轮回中的 无量众生 哪一个 不曾做过 我们父母呢 一切众生 皆有可能 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这个效 就是佛的效 大效 对一切众生 也对父母的这一种 效尽心 慈悲对待 实际上 这是将效道扩大 我们这样理解 好懂一点 有些朋友 遇到佛法之后 自己也觉得比较遗憾 找您 父母亲 在的时候 没有很好的 去完善效道 现在父母亲 不在了 想弥补 怎么办呢 学 婆罗门女 地藏菩萨 最初发心 她就是这么做的 不过 婆罗门女 她学佛的时候 母亲是一直在的 只不过呢 母亲虽然 知道她 学习佛法 她也尽可能地 用种种方便 去引导母亲 母亲 并没有 回心转意 甚至 还毁谤三宝 最终 导致堕落 但婆罗门女 没有因此 放弃 对她母亲的 这一种 效仰 救度 母亲过世之后 她发了大怨 她修种种功德 以自己的怨行 功德 来利益 她的母亲 最终 令她的母亲 离苦得乐 而她自己本人 也因此 成为大菩萨 所以 不论父母 是什么状态 对我们来说 这份孝心 都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如何去养 则因人 而异 从父母这一边 往外面扩展 在人世间 我们不说那么 广泛 就是我们人世间 我们接触的人 从小到大 一直到今天 这一路走来 对我们有恩的人 也不少 恩则 效仰父母 是从父母亲 这一边说起 扩大到 对更多的人 凡是对我们 有恩的人 首先 要知道 这叫知恩 如果不知道呢 那也谈不上报了 于是有朋友想 我得回家算算 看谁对我有恩 谁对我有仇 都得算算清楚 或许 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 什么经历呢 某人对我们 曾经有过帮助 帮助还很多 结果因为某一件事 他不再帮我们了 我们不把他 列入恩人以类 有可能把他 列入仇人以类 这人太过分了 一直帮我的 怎么这次不帮我 这是最重要的 有可能 我们会 算错账 只要曾经 在某一方面 给我们提供帮助 未必是天天帮助 这一点 要认识清楚 有时候呢 我们会对 曾经帮过我们 一次的人 念念不忘 而对常常帮我们的人呢 却习以为常 认为是理所当然 就像父母亲 养儿女 儿女居然觉得 父母亲对他 没什么恩 外面有个朋友 在他急难的时候 给了他几块钱 他觉得朋友 比父母亲重要 这叫颠倒 这叫颠倒 如果没有父母亲 养他这么大 他早饿死掉了 你再好的朋友 能够代替父母吗 显然不能 这是要知轻重 要知先后 从这个地方 我们去思考 生命中 对我们有恩的人 那就太多了 为什么要这样去思考呢 这样思考 我们的心 会慢慢平下来 就包括我们现在 在怨的那个人 有可能怨之前 他某些方面 也曾经帮过我们 要从这个地方 去摆平我们的心 这样去思考 这样去养成习惯 最重要的 是让自己心平静下来 这并不是说 父母亲或者外面 曾经帮过我们的人 他们合起伙来 要求我们 非要报恩不可 报恩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回馈 而前提是 得先知恩 知恩 念恩 人的心 就会厚道 就不会抱怨 重点在这里 义则上下相连 义是什么呢 义务 义务就是 大家在一起 不谈条件 应该这样做 上 下 这是身份不同 上呢 父母亲 长辈 师长这些都是上 下呢 就是晚辈 或者在社会上 老板 员工 有钱人 没钱人 我们都可以这样去 举例说明 上 就是在年龄方面 身份方面 地位方面 福报方面 占有优势的 这都叫上 相对来说 差一点的 落后一点的 那就是下了 上下相连 连是怜悯 慈悲相待 这是义务 就是人与人之间 这是义务 中台禅师 他们有四句话的 修学纲领 叫中台 是真行 四句话 前面两句就是说的 对上 以尽 对下 以词 可以很好地来解释 上下相连 就是对长辈 以敬 敬是尊重 那对晚辈就不尊重了吗 当然不是 对下面 对晚辈呢 则以词 以词相待 心是同样的用心 表现出来的方法 不一样 比如在家里面 上有爸爸妈妈 下有儿女 那应该怎么去 去对待呢 对父母亲 效仰 尊重 对儿女呢 耐心 教导 用的心 是平的 这就是上下相连 这个里面 纯粹是义务 义务是什么 本分 本分去做 没有其他要求 人以这样的心去做事 会很轻松 一旦想到 我做了这么多 怎么没有人 给我报仇啊 这个念头一动 就开始累了 累的原因 不是做事情多 而是想到 要有东西压在自己身上了 所以纯粹义务地去做 人会很轻松 很欢喜 一旦想到 要有报仇 这个报仇是方方面面的 钱财的报仇 这一方面 那些名声的回报 也是 一般人看重的 就是我不在意 你给我钱财 我在意你的态度 我这样做了 你给我鼓励一下吗 结果没人给他鼓励 算了 我不做了 我又不是非做不可 这又不是我的事情 就开始产生烦恼 这里说到做义工这个事情 上个周末 有一批同修 来学习如何做义工 我们就简单举些例子 加以说明 义工 就是义务工作 谁是义工 大家都是义工 但我们现在观念是这么认为的 我闲着没事 到有些地方去做志愿者 比如到寺院里面来付出 这才叫义工 这是比较特定的身份 其实 先生为太太义务付出 他不就是太太的义工吗 太太为先生义务的做事情 他不也是先生的义工吗 父母为儿女任劳任怨 他不就是义工吗 我们在生活中 总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 为某些人做事 没有想过问他要报仇 这样的做法通通叫义工 回想一下 当我们为那个 我们喜欢的人也好 我们尊重的人也好 反正我为他做事 心甘情愿的 没有报仇 愿意做的时候 那一种心态 那一种感受 是什么样的 它是轻松的 它是有动力的 欢喜的 再对比一下 我们不愿意做 又非得要做的事情 有点不情愿 甚至会起烦恼 因此 这个意义 实际上说的是 我们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 人如果认识到 原来我来到这个世间 是干什么 是来做义工的 是来创造价值的 是来为更多人服务的 能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人将会活得越来越精彩 他一生可以为很多人做事情 但是他不觉得自己疲劳 他并没有直接获得 像一般人 却打工那样的薪水报酬 但是 他会越来越觉得很富有 他甚至有时候不在意 别人对他的评价 对他什么态度 但是 他的内心 从来不会失落 这个义工 就是菩萨 学佛人 就是要学 这样一种生活态度 大家不要觉得这样很高尚 这是平平常常 人应该这么活着 这么活才有意义 不这么活就太窝囊了 不这么活 天天在浪费自己生命 怎么浪费的 烦恼浪费 用种种那些 索取的想法 计较的想法 攀比的想法 也是同样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你说这样活不是很窝囊吗 有一天 被气死了 被鄙死了 被窝囊死了 你说最终能有什么价值啊 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跟人计较 气死了 跟人攀比 鄙死了 最后跟人争 跟人抢 什么也带不走 就这么一命呜呼了 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 这并不是难和意义的问题 这只是人选择不同 这个选择就是觉和谜不一样 一念想明白 原来事情还是同样的事情 只是态度不一样 它就那么简单 菩萨跟普通人 差别就在这里 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让者尊卑和睦 人与人之间 生活在一起 互相礼让 这应该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事情 所谓让三分 心平气和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只是这个让啊 有时候 我们想不通 就不愿意让 为什么是我让 而不是他让呢 你正在想的时候 对方先让 那就自己进一步 进一步才发现 是火坑 你害死我 人家先看到是火坑 先让 那不是火坑 如果是巨大的利益呢 谁先让呢 谁先让谁傻瓜 那一般人会这么认为 其实 利 就是火坑 争 抢 实际上 就会造成 双方都会受伤的结果 这一让呢 让的人对他来说 就获得清凉自在 这个利 它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叫利害利 利是什么意思 风利 所以懂得让利 实际上 一方面是保护自己 另一方面 是给自己更大的空间 只是人与人 在生活当中 遇到具体的事情 我们就说 看得破 忍不过 事到临头 让不出去 那得怎么办呢 得先忍 所以我们说这个让啊 先学忍让 而后理让 先忍着让 哪些地方忍着让 巨大的利益诱惑现前 忍着让 不行 太大了 不让了 那得从小事情说起 小事情 就像恐荣让离 这样的小事情 从这里说起 从这里做起 家里面有儿女 儿女还年幼 从小就要教 要学会礼让 如果小时候没有教 长大 得靠自觉 那就有点难了 有人说 现在什么时代啊 这时代是竞争的时代 大家都讲求去争啊 你怎么还能让呢 争跟让也不矛盾 你可以争着让吗 争着让 也是一种 有涵养 有哑量的表现 在有些时候 可能就是要看一个人 有没有 肯让 敢让 而且有实力 而且有实力 这样的一种 魄力 所以 这个让 我们从各方面 去理解 这一让呢 尊卑和睦 在这里 以尊卑为例 尊是尊长 长辈 卑呢 则是晚辈 尊卑和睦 显然 这例子 很有 代表性 就是长辈和晚辈之间 要互相 礼让 这一点 现在 说起来 大家 可能有一些陌生 在过去的教育中 这一方面 是看作家庭教育 就是刚才说 从小教的 举一个例子 家里面 有了客人 长辈 来家做客 一起吃饭的时候 长辈也做客 他会很客气 会跟家里 晚辈说 你们先吃 现在小孩子 就自己吃了 而且说 那 大人都发话了 叫我们吃 理直气壮 就吃了 那是长辈 在让 晚辈如果 不明理 不懂得让 这就叫 施理 什么意思啊 犯过失了 在礼节 这一方面 犯过失 理是尊重啊 说的直觉一点 不尊重客人了 不尊重 长辈了 当然 长辈 不会计较 但是 旁边人就知道了 这个家里面 缺少家教 可能大人 没教 如果教了 一定不会这样 这就叫 这就叫 让 礼 礼 礼 长辈 他出于 客气 我们讲客气 是什么 客气 就是一种 礼节性的尊重 他先让 那么主人呢 你当然要 明理呀 客人来 应当要 加倍 尊重 这才说的过去 否则 那就有些怠慢了 会让人 笑话 这在过去 都是属于 家庭 生活教育 现在 一般 不谈这些了 所以 这尊卑和睦 我们举这么一个 简单的例子 那么在生活当中 现在的情况啊 一般 也 比较少见了 因为我们这一种 传统的家庭教育 已经中断 好几代人了 至少是三代了 家庭教育 就像地质规里面 这样的教育 已经中断 好几代了 所以有很多家长 慢慢发现 孩子长大了 不懂礼貌 你不要怪他 因为你没有 给他买礼貌 他不懂礼貌 长什么样 很正常 小时候没有教 长大了 别人怎样 他也就怎样 很正常啊 这以后啊 以后这就没有尊卑 只有尊卑这个名词 尊卑的这一种思想 这一种内涵 可能完全会被大家淡忘掉 以后都是怎样啊 老太爷跟小孩子 大家都是朋友 老朋友 小朋友 只是这样而已 你不要再拿什么尊卑 这一套跟他去说 他说我没听过这一事情 外太空的吗 还是远古文明啊 没听过 所以你得先习惯 不习惯怎么办呢 不习惯你要引导他 引导不过来 你就要习惯 就是忽然有一个 没大没小的 你不要觉得奇怪 他这样做是正常的 没人教 没人引导 很正常 所以我们也得随机应变呢 尊卑不谈 需要和睦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 咱们和睦就行了 他不懂得礼让 我礼让就行了 这就可以了 那在旧事论事 我们现在说到佛门里面 佛门里面呢 在家出家 互相礼让 现在情况也不同啊 现在这个时代 是大众交往非常频繁的时代 而且人与人之间 这一种像过去的那一种 就是礼节比较重视的生活方式 已经被大家慢慢的忽略掉 这尊卑观念 大家都已经慢慢淡忘掉 因此我们要放下 这些曾经的相对的一种观念 举一个例子 出家师父 在以往受帝王尊重 现在到南传佛教国家 依然是这样 就是比丘出来托波 路过的地方 他们的民众都会恭恭敬敬 和掌有供养的 是跪在那里供养 没有供养的 他会合个掌 很尊敬的合个掌 不是很随意 你能看得出来 皇室成员 见到身亡 同样会下跪 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我们情况不一样 我们处的环境完全不相同 因此 我们得适应我们所处的任何一种环境 所以我们出家人 就是汉穿佛教 在这个区域内的 跟居士 跟社会大众互动往来 首先是怎样 我们尊重大众 尊重的表现 譬如 大家见面 我们会合掌 合掌是什么 合掌就是行礼 打招呼 念一句 阿弥陀佛就是问好 这就是出家人对大众行的礼 平常见面 日常生活都是如此 而居士同修对出家师傅 也不做其他要求 养成习惯 合掌 学佛同修 以后不管走到哪里 遇到出家师傅 习惯性的合一个掌 很优雅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一般出家师傅 也都会顺便念一句阿弥陀佛 或者顺便给你回一个礼 不过 有时候他会不理不睬 你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 居士向出家人行礼 可以不予还礼 就像刚才说的 南传佛教的比丘 有人来供养在这边 他照单全收 不还礼是很正常的 他们信众不会觉得 有什么不妥 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 就像什么 就像家里面儿女 对长辈奉献东西 长辈拿来用 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辈不会觉得 你怎么不表示一下 他不会这么想 但为什么我们今天 这样一个环境 需要这样调整呢 就是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连最起码的 尊卑的观念 都开始淡忘了 就是儿孙辈啊 他甚至都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态度 对爷爷奶奶 对爸爸妈妈 就是一般人讲 没大没小 他甚至会联名待信 叫着爸爸妈妈 甚至有时候严重的会告诉你 你算老几呀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最重要的人 这是我们面对的 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 需要去适应 重要的就是这样 大家一起生活 我共处和睦 让为的是和睦 谁让呢 没有人让的时候 我来让 说大家都让 还做吗 都让的时候 就知道了 互相尊重 这个气氛已经形成 那该怎样 就继续怎样 所以这些地方 我们做个了解 在生活当中 学着与大众相处 互相尊重 互相都不好理解了 一说互相就说 他先开始 为什么是我先开始呢 所以不说互相了 我这样去做 这就行了 忍则众恶无宣 忍 我们常讲 要修忍耐 忍辱波罗蜜 这里能大师 又说了一个重点 众恶无宣 众恶什么意思啊 就是生活当中 我们认为的 那些不好的人士 这个人坏 那个事情不妥 等等之类的 怎么样啊 无宣 宣是宣华 吵吵闹闹 这样去说 不要说 这算忍啊 看到听到 不要说 不说不行啊 难受啊 那就忍着 忍久了会爆炸啊 那是把忍理解偏了 忍久了会爆炸 那是憋着 憋久了 没空间了 那就爆炸了 忍呢 是先冷静下来 进一步 去调整自己的态度 久而久之啊 我们可能会发现 那些曾经的 所谓 不好的人 不好的事情 随着岁月的流逝 也都过得去了 谁过不去啊 谁记着这些事情 谁过不去 你不信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那些人和事情 十年 二十年 三十五十年 全部都过去了 结果我们放在心中 念念不忘 到八十岁了 提到某某人 恨死我了 想当年 想当年多久了 半个世纪前 那个人怎样怎样 人家问那人现在在哪里啊 不知道 可能早入土了 但是在我们心中 还是过不去 不是苦了自己吗 所以众恶无虚 这是说 我们对待 生活中 那些所谓 看不惯 自己认为 难以理解的人事遭遇 要学会 耐心 看待 久而久之啊 我们慢慢会发现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这个世界就没什么过不去的看 只有一个看是过不去的 就是自己这刀砍 自己这刀砍 把自己给拦住 外面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人一定要过不去 那就是在为难自己了 这几句说的 实际上很实用 都是人生当中 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恩义忍让 说来就四个字 也很好记 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 心凭何劳持戒 行之何用修禅 一直到 任则众恶无宣 常常念 提醒自己 修行就从这里修 若能钻目出火 与你定生红莲 这两句说的 是修行要有耐心 要长远心 前面可以说为 为人处事之道 我们先做人 修行先学做人 接下来讲练功了 练功要有耐心 钻目出火 在远古时期 随人士 发明 钻目取火 于是 人类 开始学着 吃熟食 熟食有火了 人类掌握了火源 开始吃熟食 在此之前 可能吃的生的偏多 钻目出火 现在呢 在园里 大家还知道 拿一块木板 或者就是任何一块木头 找一个能钻的工具 最早的时候是石头 后来呢 有钻用工具 还不断改进 那最简单的 最原始的 就是石头 干嘛呢 你在这个木头上 钻啊 就这样钻 速度要快 要钻 有个人呢 他不明白 钻目出火的原理 他认为呀 是我钻对孔了 就会有火 于是钻一下 没火 再换一个孔 钻一下又没火 再钻一个火 整个木板都钻的是孔 一点火都没取出来 什么缘故呢 他不知道出火的原理 不是选哪个孔 而是认准一个孔 一直钻下去 速度越来越快 那火星就越来越大 旁边放些易燃物 那火星大的时候 喷出来 就有了火源 星星之火 就燎原了 不明白这个原理 认为呀 我这边钻钻没火 再钻钻还没火 以为是木孔的问题 就换来换去 这就是修行用功的原理 所谓水滴石穿 并非是水滴很厉害 而是他就认准了这个地方 他如果是换地方 你可以假想 十年他第一个地方 一定会滴穿 这块石头 至少给他滴出一个洞 如果十年他换十个 甚至二十个地方 他基本上等于 是在清洗灰尘 那石头啊 很难被他滴出任何痕迹 说的是什么 认准目标 勇往之前 不到底不罢休 不放弃 这就是修行人 用功的原理 任何一个法门的修学 都不例外 那现在呢 实际上 这个话说来 依然有当头棒喝的意义 现在不少学佛同修啊 在家出家都有这样情况 干什么呢 就是在钻木孔 钻了一个又钻一个 像打井一样 这井刚打下去几米 还没见到水 可能我选的地方不对 再换一个地方 也有可能是地方不对 但是你都是在这个区域 它那个水平是一样的 那怎么办呢 你认准了一个地方 你就一直往下打 你只要打得足够深 它就一定有水 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是多数人呢 热衷于换地方 所谓换地方 就是换用功的方法 听说念佛很好 我来念几天佛 念念没什么嘛 那我再改持咒 说了几天 也没什么灵感吧 那我再去改 再去改读经 再去改参话头 再去改修止观 反正能试的都试了 说了最后说 这佛法我都试过了 都不灵 说了还头头是道 理直气壮 事实上 它一个功夫都没用到底 用功的理论 都是一样 没有哪个比哪个更厉害 只有哪个比哪个会更方便 相比之下 念佛更方便 理论明了很好 念得安心 理论不明了也没关系 就像砖井一样 你明白那些理论 可以 你不明白不明白告诉你 你就这边砖 你尽可能的往下砖 砖到什么时候呢 你记住 不见水不罢修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你该不会是水长什么样 我不知道吧 修行用功的依据 就是这么简单 因此 过去的修行人 我们会看到 他随修任何一个法门 最终有成就 而今天呢 不容易看到 原因就是 多数人都在绕圈子 绕来绕去 事实上 从没有往心底 升下功夫 一般人 一般人选的标准呢 倒还比较简单 什么标准呢 哪里热闹 哪里去 这相对简单 哪里人多 一定有热闹 可以凑 所以大家 喜欢 一阵风的活动 过后呢 过后这个事情 我已经完成了 我也学过了 我也做过了 他说的学过 做过 就是知道有这么回事 也体验过 但是并没有深入去下功夫 所以 这对于真正修行 要用功的人来讲 这是 不二原则 若能专目出火 有这样的精神 有这样的毅力和坚持 那么 淤泥定生红莲 淤泥是什么 烦恼 尘劳之中 就在这个世俗世界里面 会开出红莲 红莲是什么 红莲就是清净 成就了 莲花都是长在 污泥当中 泥中莲花 我们看到 火中莲花 有看过吗 没看过 冰里边的莲花 有看过 我们前天 放生时那边 就有一朵莲花 结冰 莲花 在冰里面开出来 算是稀有 但经上说 泥中生的莲花 不算稀有 火中红莲 甚为稀有 什么意思呢 能够经得起 历练的成就 才是大成就 这里所说的 砖目出火 就是在我们 现前的遭遇当中 如果能够持之以恒 最终 会有 常人意想不到的 大成就 但是这里 得说清楚 佛法中 所说的成就 它并非外在的名声 并非是别人的认同 这一点 先要说清楚 因为现在呢 这个社会 大家都热衷于 外在的形式 比如佛门里面 大家也普遍认为 某人啊 被多数人认同 就叫有成就 这不见得 佛法中所讲的成就 只跟觉悟有关 那面对大众呢 面对大众 另外一个标准 只跟慈悲有关 说到底就两件事 慈悲和智慧 这是佛法中 真实的成就 这一说 某某人 名声很大 影响力很大 所有人都认为 他有成就了 这只能说 他会做人 人缘好 事情可能 做得比较成功 但是 心性是否觉悟 对大众是否 真的慈悲 那还不能作为定论 假如 他做这些事情 是有很多诗人想法的 有可能 这些事情 还要给他算 另外一笔账 算什么账 连池大师 他记了这样一个事情 有一位 红法利生 在当时 大家都认为 很厉害 影响力很大的 大法师 过世之后呢 居然 被阎乐王请了去 阎乐王 就问他 你这一生 修了什么功德 你自己先说说 我这边等着 跟你算 一笔旧账 按我这边的 记录 要把你送到 看到没有 那有个黑门 黑门什么 送到 地狱里面去 这法师觉得奇怪了 我这一生 抄写了多少经卷 流通了多少法宝 劝了多少人 学佛 度了多少众生 没有功德吗 阎乐王说了 这事情正要问你呢 你是用什么心去做的 你真的是为利益众生吗 那又做何解释呢 来拿镜子照一下 一下发现 原来 他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为自己名利的成分 远远超过 为弘扬佛法的想法 无话可说 于是把他送入黑门 这叫为名利固 发菩提心 是地狱音 这个话得说清楚 为名利固 怎么还能发得起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借口 他做这些佛法中的种种事情 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手段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为了成就自己的影响 而并非纯粹为利益众生 为弘扬佛法 所以才说 那觉悟得看自己 这样的事情呢 一般很少说 但是呢 这里说到成就 我们得救世论世 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 这个某某修行人 有成就 有成就标准是什么呢 哇 高高在上 被人尊重 多少人认同 前呼后勇 这就叫成就 这显然是把他当明星去对比了 这不是佛门中所谓的成就 佛法中所说的成就 只跟断烦恼开智慧 只跟觉悟和慈悲有关 所以才救世论世 举这个例子 这样说的目的呢 是来提醒我们自己 就我们现在到佛法里面来 说学佛法有什么成就 成就在哪里啊 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 认同我们的人有多少 干嘛非得等着别人认同我们 不认同就不做了 有利于众生的事情 有没有人认同 我们都应当去做 做是本分 而我们自己呢 时常应该去审查的 说我会不会迷在 这些明文立养的种种现象当中 这个才是我们始终 不能够放松的警觉 那火中红莲 他要没一点功夫 一下就没了 他就被火烧掉 因此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去勉励自己 淤泥中生红莲 是在种种染污中 而不被染污 什么是染污啊 名利是染污 在外在的种种繁华的表象 它也是染污 执着于这些表象 那就是被染污了 而脸之所以称为 出污泥而不染 它处在这些表象中 它心不染着 它确确实实不染着 那才叫脸 泥不染 各位 你放些水滴在它上面 它水也不染 水是什么呢 水代表的是清静 你说它很清静 它也不在意 你说它很有修行 它也无所谓 我送了所有人 对幸福的速度 说什么 所以我证明